10月22號 美股高檔轉弱 回檔壓力重 而且呢 我們告訴大家是一個閃崩的情況 您還記得嗎 這一頭財政懸崖一律師傍 徹底消政策的一個正面效益 甚至於美國總統大選等等 包含企業界人士的談話 講出這麼多東西是告訴你 真的是奇怪 講都講不聽 為什麼 來看一下 如果剛剛蘇澄這邊所指證的 所說的東西 你沒辦法很信心的認同 沒有百分之百認同 沒關係 這頭所看到都是一些重要性的人士談話 他們到底說了什麼 我們秀座來看一下 奇怪 真的講不聽 應要課正所稅 鄭教授董事長薛奇怎麼說 排骨量能低迷 很明顯的是不正常 這是一點喔 再看下去 福邦證券董事長黃昕華怎麼說呢 明年初券商將掀起裁員離職潮 這個談話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掀起離職潮跟裁員潮了 再看下去 券商公會離職長黃敏柱呢 證所稅應該訂定日出條款 才能是舊大盤 再看下去 財政部長怎麼說 張慎禾呢 緩徵證所稅喊咖萬萬不可 好 再來 鍾理的部分想聽聽看的觀察 現在證所做的部分的話 對於我們是從這個大盤戶盤的角度來看的話 會不會是一個關鍵性的議題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做出一個比較刺激性的動作 基本上現在如果喊咖鎮頭稅 可能也沒效了 我的機會是喊咖鎮頭稅可以沒效 其實就那個官員 其實我們官員說的在的區域都很高 要嘛就是博士 要嘛就是碩士 然後呢 都是在外國和揚莫索回來的 所以他們可能不太知道民間旗鼓 甚至於他們可能不太知道 市民小民到底生活的多困苦 那我剛剛跟大家講調 你現在就算緩徵順頭稅沒有用 原因在哪裡 我相信我們的總統都說他要追求 他這一任他要做什麼 他要追求歷史定位對不對 歷史定位他在定位什麼東西 你又發覺一件事情 他現在的那個政策他走的是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當然聽起來很好聽 不過呢 不過在政政學上 這個叫做左派 左邊叫做公平正義啦 右邊叫做自由經濟啦 那自由經濟就是電信開放啦 什麼金融開放 那觀眾朋友 請問我們的金融有開放嗎 我們金融只要說到外資拍誰 外資就是 就是只要講到中資的話 中資就是5%嘛 那中資那個地方放後來5%5%有比較 那我們電信有開放嗎 電信 電信怎麼搞就是台灣大啦 中華電信的原傳啦 怎麼搞就是這三個 也就是我們走的是已經左派 我們走到左派了 那也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 走左派的總統 就是走公平正義 那公平正義會怎麼樣 其實在外資的投資裡面呢 外資他根本不要怎麼樣 外資他根本不要你走左派的啊 你像那個南韓 南韓是不是什麼最近那個什麼 歐巴 乾哪是打七八五很浪對不對 你先研究一下這個歌詞 歌詞他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南韓那個首爾區房價高不可判 然後貧富差距非常大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走的是極右派 甚至於像新加坡 新加坡是不是在弄賭場嘛 賭場賭場說的再來就是什麼 八國聯軍啦 那八國聯軍的話這講極右嘛 反正我不管 我就只要追求生產率 其他有東西我不管 這是我們的六親是不是 這叫什麼環評沒有過 然後呢馬來西亞說什麼 六親不蓋來我這邊蓋 他難道不知道會有那個污染嗎 他知道但是呢你到我這邊蓋之後我的GDP會成長 那污染這些東西 啊慶菜啦無所謂的 那你看印度 印度這個地方我金融開放 我的電信開放我全面開放 這些都是極右的 也就是他們走右派的 右派的你是外資的話 這些東西GDP會成長的話 最終會反映到哪裡 會反映到股市對不對 那我是外資的話 我是追求極度獲利的話 我就往這些國家去擠就好了嘛 那往這些國家去擠 你追求公民爭議 不好意思啦 追求公民爭議 你的指數就是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 然後你政府護盤 不好意思他還是每天賣操 然後期貨每天都流倉 然後機線到了 機線那個生命線 然後呢一樣他一樣先貨賣操 然後呢 期貨對方空欄流倉 為什麼他都不一樣 為什麼他一路賣 因為這個地方不太對勁 不太對勁的話 他發覺你的路線已經不太對了 不太對了我也要走 那不太對也要走的話 當然我們很喜歡跟南韓比對不對 其實我們也不用忘記輩薄啦 南韓可能也要下來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要選舉對不對 他們選舉不僅會跟安哲秀啦 安哲秀也是公民爭議啦 所以南韓可能過得真的也掉下來 那掉下來的話 說實在的我們都喜歡比什麼 我們都喜歡比爛 那比爛的話 到時候南韓掉下來 我們說你看我們跟南韓 可能沒有差很多 但沒有差很多 這個不是我們私政的重點 我認為重點是 總統你的方向要改變 不是公民爭議 這個東西我認為 是口號沒錯 但是你的做法是 做法基本上就 也感覺不到公民爭議啊 所以我的看法是 政策這方向是完全錯的 甚至於像張士額這個部分講 我認為他是有點拍馬屁的 嗯哼 好 在中理部分剛剛講得很快 就最後幾個音當中的話 還是要提醒你 你剛好聽到你媽髒話 啊 好 那麼在輝民的部分 想聽聽看你觀察 剛剛所提到是 真的是 這頭撼動人心 而且是令人失望 不只指數令人失望 而且我覺得對於這個信心的部分 也是真是被你給擊敗了 如果是希望你的喊話當中 能夠激勵一些信心的話 結果你不只沒有做到 而且是做得更慘 好 那麼在輝民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切入是個肥股跟指數上的變化 非常非常關鍵 這行情來到這邊的話 會擔心壓力很大嗎 血流成河跌停的 加速達到一百八十九家之多 跌步禁止已經超過六百斤 再看下去 國慶以來的話 慘淡十月份跌幅將近有一成的股票 十月份到現在一成的股票 藝光LED主權部分 望紅融化 除了電池代股之外 也有傳統產業股 中光電 宏基 宏基啊 有人喊到十多塊錢 金電又是LED 盛華 利盈房 中壽 跟穩茂的部分 好 這題材也保護時間 三十一趴到十趴 這頭法人圈幾乎都在賣 可是呢 拜託我們說觀眾朋友們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每每法人賣股價跌 為什麼融資就在增加呢 我們除了丁政府之外的話 也要來看到我們散物朋友 你的這個操作的一個邏輯 跟信心 拜託 不要每次大跌的情況之下 反而賣超 你就是在融資增加 這一點 這個宿命 你千萬一定要擺脫 一定要擺脫 好 那麼在輝民的部分 那我看到 這塊個別股的確 非常非常不理想 今天是一個沙盤利道 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曾經你說過 買盤要前進的話 擔心是天天都便宜 又來了 天天都便宜 我想啊 這個問題啊 可能要從美國股市來看 大家都知道 美國股市最多頭啊 可是大家如果仔細去看哦 先前啊 在超級財報週之前 跌的是什麼 跌的是科技股 而現在美國股市 跌破季限之後 繼續追殺 道瓊繼續追殺的時候 它跌的什麼是 跌的是什麼類股 3M UPS 這種傳產類股 也開始下跌囉 這意味著什麼 其實市場的恐慌 開始從科技股 慢慢往外擴散到 傳產類股 也逃不過這一波的沙盤 當然回頭來看 像我們台北股市 也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 就像剛才蘇天講的 就像個廣告詞天天都便宜 台北股市 我們如果大家可以翻出來看 其實台股加圈指數 從9月26號跌破10日均線之後 這條均線就不斷不斷壓著台北股市 繼續一直往下探底 那最弱勢的我們都知道 是電子股最弱勢 那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這些碟市 從剛剛手版 我們就看到 碟市也開始往傳產類股去擴散 而現在更嚴重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我們先前一直叮嚀大家 要注意什麼 要注意量能 果然量能不出來 大盤 大大的全值股 有政府基金撐著 外資偶爾來撐一下撐一下 OK大型全值股 還稍微高高在上 就像我們看到台積電大力光 今天漲得不亦樂乎 可是大盤卻跌得稀里花 這表示什麼 大型股全值股 有特定人士撐著撐著指數 但是中小型股 就開始出現一個追殺的一個力道 尤其是在沒有量能的時候 下檔只要開始有人賣 這時候誰敢進去承接 所以股價反而出現一個追殺 我們看到大盤今天跌的幅度 大概一點多趴 可是如果我們來看OTC指數 今天跌幅是將近3%多 顯然OTC這些中小型股 跌了將近半根停板 這麼誇張 所以我們這邊建議大家 這邊還是要留意 這邊跌勢 開始有一個加速感底的味道 當然這邊也不是叫大家 要全面悲觀 大家還記得我以前跟大家講 媽媽說什麼 媽媽說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 現在大家拼命往下殺的時候 你要跟著大家瘋狂的往下殺 我建議這邊大家可能要開始稍微的留意 這時候去追殺的意義到底大不大 廣告時間加碼問問他什麼呢 問他說如果這一刻 麥叫做追殺情況之下 那麼相對的好的買點真的浮現了嗎 又該如何來做觀察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不過回到現場的話題裡頭 我們所聚焦張忠謀董事長 還記得嗎 當時在10月26號 哇這張相片 這個問世之後 所看到旁邊這位大 這位上班的高中生 結果就坐在張董事長旁邊 馬上追問那幾個重點 結果當時他到底在做什麼 看起來沉思他想的什麼 原來他針對在國事當中 有些看法跟建言 內容是